Hello,欢迎来到70年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70年应该 2021新年新希望就该这样许 今天要来聊关于新年新希望这件事情 就是2020已经来到了 所以大家在跨年那个时候 或是在最近年初的时候呢 都会讲说新的一年总是该为自己递进一些目标 或是想一下人生的方向该往哪里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是对自己的生活阶段吧 或是工作啊,感情啊,或是各方面 无论好坏,就是你也会想要告别那些不好的情绪 不好的机遇,然后迎接接下来新的挑战 然后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大家终于能够静下心来 就是告别那些以前的不开心啊 或是不如意 但是呢,要迎接新的一年 这个时候就是要先想想看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平常可能大家都忙着工作啊 或是学业 就是不会有那种空闲时间 让你就是真的,就是停下所有的事情 放下手机,然后不做任何事情 不看书,不看电视 然后就是只有自己跟自己对话 去思考说,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的工作,或者我的生活 或者我接下来是不是有什么目标还没达成要去做的 或是我要没有向往什么事情 可是还没有达成 那我该要如何去接近 我觉得尤其在跨年这个时候 会特别让大家有感触 尤其在那个倒数321的时候 那难免,就即便你再不迷信 或是即便你再铁齿 你也会觉得说,很像要做点事情来 就是向往一下明年代 会发生什么样的好事 或是期待一下我接下来人生 会走到哪个阶段去 所以呢,今天就来分享五点关于说 你要怎么样跟宇宙下订单 然后在明年2021的时候呢 找到更好的自己 第一点关于许新年新希望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重点就在于 千万千万不要复制贴上去年的转望 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发生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在想 说我接下来这一年会有什么计划 或是我要走到哪个阶段 或是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是在跨年真的是倒数321 然后感觉,哦,他很像那个气氛很激动 然后觉得说这个timing我很像他想点事情来说说 感觉有点,你知道,人生有点未来 所以呢,在那个内心的时候 才会紧急地去搜寻说 我期待什么 或是我新阶段人生向往什么 才会随便地在那个短短的几秒钟内 就是硬去挤出几个自己的愿望 但是呢,就是那时间才太短了 而且受限于那个 就是描述的因素 所以你可能就是讲出来的都是那种 跟去年一模一样的心愿 就永远都是复制贴上 那我觉得那就比较新希望啊 就是你每年的新希望都是一样 它只是不一样的年份 而且终究就是它不会达成啊 因为它就是一种敷衍人生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不 我觉得现在听到这集的你 不管你是现在已经 还在跨年之前 还是已经跨完年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还早 所以2021才刚开始 所以你现在还有时间 可以稍微花点五分钟十分钟 稍微梳理一下 你接下来人生的阶段要走去哪里 或是你接下来有什么目标是要去达成 不管是在实际的工作上 或是关系上 或甚至就是在生活这个面向上面 你到底想要走去哪里 或是向往什么 可以稍微去想一下 而不要就是 就是一年又开始了 然后你如果完全又是 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 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你就是没有要思考一下 你未来在哪的时候 我觉得做久了 就是难免会有那种 我不知道茫茫然 就是找不到生存的目的 虽然生存的目的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 就是有时候不要想得太深 因为想得太深 你就会觉得 人生就是一场空 可是我觉得就是偶尔去 找到一些目标跟理想 它是能够帮你的生活调位 然后也会让你更有动力去往前 所以呢 就是从今天 不管今天你听到这集的时候 就何时何地 就是勇敢的向宇宙发出你的订单 那你这样才有可能会在 接下来的人生阶段 你们在接下来2021年里面 你的梦想或是理想 终于有成交到货的那一天 就是你要先去发出你的宏愿 好吗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到底要怎么 许新年新希望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蠢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不会 他连自己要怎么样去盼望未来 或是有什么期望 他也找不到 所以第二点就是要提供给一些 就是茫茫然的人 如果你现阶段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或是你根本不知道你 就是接下来三五个月或一年 有什么想要达成的目标 那我就会推荐你呢 要从你向往的未来生活模样下手 什么是未来生活模样呢 就是你可以从此刻往后推算 三年五年或十年之后 你期待你自己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 做怎样的工作 或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甚至拥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凭着这些想象去反推 现在此刻到未来三五年之后 你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举例来说 如果你预计你三年之后 想要升主管职 那你就要去检视一下 你现在所处的工作职场 他的升迁管道是否畅通 那你预计你未来五年之后 可能想结婚孙子 那你可能从现在开始 就要有意识的去 做一些交友的努力 然后可能还要同居 要磨合 然后预计要保留一些时间认识 或者是你期待你十年之后 可能拥有一个自己名下的房子 然后可能是几平 或是你要存多少投期款 或是你想拥有车子 那你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去规划说 你的预备金 然后你要工作的薪资 要存多少钱 去做这个准备 然后循着这些想象反推回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我今年就该许 怎样的新年新希望 那你就可以找到 真正的人生方向 跟未来的目标了 这就是一个小方法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许新年新希望的小makeup呢 就是在于说 尽量避免抽象模糊的概念 什么是抽象模糊的概念呢 我就会谈论到新年新希望 大家第一个联想 尤其是那种倒数的时候 你硬要去挤 挤个希望出来 那一定都是那种 健康平安 事业有成 桃花朵朵开 这类就是像是心理测验 或是星座那种分析 他总是会讲的范围很大 比方说他会告诉你说 下周人缘加 或下周财运旺 或下周桃花缘 不错 就是这种你会觉得 很像有种 蛮准的 而这种就有讲跟没讲 是一样的 你懂吗 所以你既然都已经 有心要许新年新希望了 那我就会建议你 就是拿出对等的用心 稍微真的认真地想一下 不要讲这种虚词 这是所谓的口号式的期待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你要把这些空泛模糊抽象的概念 变成实际 就是它是可以执行的东西 举例来说 你刚刚说的健康平安的话 那你应该是说 你希望可以开始运动健身 然后事业有成的话 就是念到它是个空词 你应该转化成说 你希望你是可以加薪 或是生前 或甚至你会想要转制或创业 或是与其那种许下那种抽象 我希望桃花源变更好一点 这种很被动的期待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转化为 比较正向的 就是接下一年 你要开始使用这套软件 或多参加朋友的饭局 邀约不要say no 或是去参加一些社交场合 来增加接触异性的机会 那这样子把这些口号 画成可以实际行动 那才是真的有可能达成到 你的新年新希望 你懂吗 就是第三点 就关于说 你要避免抽象或模糊的概念 做完你的新年新希望 接下来呢 就是承上体 就是刚刚说的 把它转化回 可以实际行动的新希望之后呢 第四点是在于说 你要简化 让它变成是可以具体可行的事项 而且它是可以变成 每日带装饰箱 每周或每月 你懂吗 意思就是在说刚刚所说的 如果你想要开始运动健身的话 那你应该是把它转化为说 我要一周固定健身三次 而且我要严格执行 或者是像刚刚说的 你想学好外文 那你不要再说什么 我想学好外文 那你从1月1号过后 你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努力 就是让这件事情过去了 你应该是期待自己说 那好 那我一天要背20个单字 跟看一篇外电报道 把说学好外文这么大的一个目标呢 化整成小小 每天可以执行的细项 这才有可能真的可以让你在 未来一年之后 去达成你要的新希望 然后或者是刚刚说的 存钱理财这件事情 那存钱理财这件事情 就听起来 你就完全不用做这种努力 因为明年1月1号一过去之后 你就会说 我有取下这个希望了 我希望它可以达成 但是你知道 有个故学是这样说的 老天爷 老天爷 我希望我可以中头彩 然后老天爷 就是想说好 那就让你中头彩 可是你就死不去买那个乐透财卷 然后每年就是在中心的油盘子 说你会中乐透 可是你不买财卷 永远不会有得到乐透的那一天 你懂吗 就是你还是要付出行动 所以像刚刚说的存钱理财的话 那你应该是 变成就是你每天规定自己说 那我少喝一杯饮料 或是我每个月要固定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放个存钱筒 然后我都固定存50块的硬币 我就不花50块硬币 我只要 比方我收到50块硬币 我就把它存起来 就是你要目的性的 把它变成是你每天可以执行 或是每个月可以执行 每周可以执行的习惯 这样你的新年新希望 才有可能真的从一个 就是虚幻缥缈的愿望 变成实际可以执行的代办事项 而且它才有可能在 就是2022年 你在回顾的时候 发现说 我真的有努力 而且我真的有达成 而不会说 我许了 那你怎么都没有达成 废话 因为你都没有开始去买那个乐透 也没有开始执行它 那当然不会有达成的一天 接下来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于说 你要怎么样许下你的 2021新年新希望呢 就是请你把它写下来 因为很多人呢 就是在许的当下 就是在脑中徘徊一下 然后稍微想一下 就过去了 然后1月1号睡醒之后 就发生 昨天发生什么事吗 就忘记了 所以如果你有真心的期待 一些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想要努力维持的习惯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在 就是2021刚开始的时候呢 请拿笔跟纸把它写下来 然后把它贴在你的床前 或是你的书桌前面 或是工作台前面 让你每天可以一直去看到 反复的去朗读到这几个文字 它才能够触发你每天真的去执行 或者是因为可能你就是一个 不喜欢纸笔的那种 而且你也不会在家里待太久 所以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 用手机这个东西 就是在手机的打字 然后把它打字之后 把它转化成你的桌布 那这样你每次点开手机都会看到 那就是一种压力 而我不得不说 我本身是没有信奉宗教 可是我觉得宗教有它的意义存在 就是在于说 他们比方说 有些基督教是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做礼拜 然后佛教每天会拿枪去拜拜什么之类的 这种某一种程度上 就是在督促你去告诉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执行到某一种愿望 或是你的理想力有没有去执行 因为你每个礼拜去 你总是要说一些事情嘛 拜拜的时候也是要说点话 那你就是要一直在重复的review自己 到底说我今天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 或是我对于我那个理想跟目标 有没有去执行到 或是他们的晚间祷告 或是办前祷告之类的 感谢的那个心 我觉得它那其实都是某种程度 在逼迫自己 就是我今天有没有做到 我也该做的事情 或是我有没有朝我的梦想再努力一点 就是它把它记在手机里面 也是跟信仰有点关系 我觉得当你每天去看 它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逼迫你就是不得不去重视 你这条你自己许下的心言心希望 而我觉得日日夜夜的提醒你之后 你早晚就是你懂吗 你看到那个上面写着说 诶我要存钱 然后当你在卖场拿出你的手机 要给那个店员刷条 买牙要付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那个点开画面 诶我要存钱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你就是在浪费的花钱 那这其实就是某个程度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 就是去记得你自己今年许了什么愿望 要记得去达成 就是要有一种警惕的作用 虽然不一定能够实际有嚇阻的功效 但是我觉得或是多或是想要能够 不断的去提醒你该做什么事情 也是能够实际让你的心言心希望 更接近达成的那个目的 好啦这是今天归纳出来的五点 关于你要怎样许下 你的2021的心言心希望 就该这样许 第一个就是呢 不要复制贴上去年的展望 第二个就是说 从你未来的生活模样着手 去开始想起 第三是避免抽象跟模糊的概念 去作为你的心言心希望 第四呢是简化 但是呢具体可行的细项 把它变成实际每天或每周或每个月 可以执行的日程 第五个呢就是关于说 记得把它写下来 不管是用纸笔 或是把它记在你的手机里面 好啦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这样许 心言心希望 希望从中可以就是学到一些小启发 那关于说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跟意见 想要提供给我的话 可以到资讯栏位的iQ或YouTube 订阅 然后在那边跟我互动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